新版防疫二十条来了,防疫政策有紧转松。 首先,要跟大家指明的是,新版防疫二十条绝对不是放弃动态清零而选择躺平。 它是根据新冠病毒变异的新特点而做出的最新调整。 新冠病毒在变异,我们的防疫政策也一直在做优化。 这是一个与新冠病毒不断斗争,不断吸取经验与教训,不断优化斗争方法的结果。 在新版的防疫二十条中,有两大禁止。 一是,严禁随意封销停课,停工停产,未经批准阻断交通,随意采取静默管理,随意封控,长时间不解封,随意停诊等各类层层加码行为,加大同胞,公开曝光力度,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。 二是,严禁拒绝接受滞留人员返回,所在地必须按照要求落实好返回人员防控措施。 既要避免疫情外溢,也不得加码管控。 在这里面明确提到,违反上述规定,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。 此前,各地出现过度防控,违规封控,层层加码的行为,关键原因就是没有明确提出要对这些人进行追责。 现在不行了,胡作为,乱作为,事后都要追责了。 这是一个重大转折点,这意味着,在疫情防控措施上,我们将迎来一个新阶段。 在疫情防控方面,新版防疫20条明确提出,四密接者不在集中隔离,密接者由7天集中隔离加3天居家检测改为5天集中隔离加3天居家检测,取消航班熔断机制,登机乘客由48小时两次核酸改为48小时一次核酸等新政策。 总体上来看,疫情防控措施有明显放松。考虑到次密接者感染率约有30%。 当次密接者不在集中隔离时,也就意味着,我们要开始逐渐适应新冠病毒常态化的新时期。 新冠病毒的长期存在,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既定事实。 对每一个普通人而言,不管未来如何,都需要学会如何应对新冠病毒。 这对个人、亲人、家庭而言都是必修课。 新冠病毒的最新变异体奥密克戎,它的特征是毒性较弱,但传播率极强。 广州疾控中心称,此次疫情病毒从感染到传播只需要一天。 如果你当天感染了,当天就能成为新的传染源。 这种传染效率是非常可怕的。 它带来的后果常常是一人感染,全家感染。 对此,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,既要保护好自己,也要保护好家人。 任何一个家庭都会有老人和小孩,也许还会有孕妇。 大家已经知道,新冠病毒对有基础疾病患者是有重大杀伤力的。 不是每个人都是健康的,那些体弱多病的人也是我们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。 没有人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因感染新冠后,加重基础疾病而带来次生伤害。 那么,既然新冠无法消除,作为普通人,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呢? 深夜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个人抗疫指南。 抗疫不只是政府的职能,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,既是为了保护自己,也是为了保护家人。 对待新冠病毒,我们不必过度恐惧,但一定要做好个人和家庭防护。 直接躺平是不可取的,也是对自己和家人的不负责任。 感冒发烧,我们尚且需要打针吃药,奥密克戎这种传播力极强的病毒,我们不能打无准备之杖。 为了适应新生活,也是为了适应新常态,为了战胜疫情。 大家至少应该做好以下七点。 其一是,得备药。 从当前的数据来看,大部分新冠患者都表现为无症状。 但是,我们不能不备药,最好家中常被乙歇胺积分和布洛分,也可以被一些999感冒零,莲花清温,以及金花清感颗粒等。 其二是,坚持佩戴口罩。 很多人戴口罩不规范,正面戴完反面戴,或者折叠起来插口袋,拿出来又戴。 这样做,口罩其实早就已经被污染了,它的防护作用将被大幅削弱。 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合,我们应该尽量戴好口罩,不要戴了摘,摘了又戴。 其三是,接种疫苗。 大家不要觉得疫苗没用,疫苗恰恰是当前最有效的外部抗疫工具。 接种疫苗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对新冠病毒形成第一道防线,但我们万一感染时,不会迅速发展到重症。 对抵抗力较弱的婴幼儿和老人家,在问清楚相关禁忌的情况下,要尽量接种疫苗,包括第三针加强针。 在此,也善意地提醒一下,对于部分疫苗过敏,有发烧症状,急性疾病,慢性疾病,急性期,特殊神经系统疾病,以及孕妇等人群,不要接种新冠疫苗。 接种疫苗是为了保护自己,大家一定要清楚接种疫苗的相关禁忌。 其次是,轻症患者通过吃药,一般都能自愈,如果没有特别的不适,当医院人满为患时,尽量不要去医院。 我国人口数量庞大,医疗资源相对紧缺。 大家尽量不要对医疗资源造成挤兑,把珍贵的医疗资源让给最需要的病人。 其五是,家中和公司常备洗手液,要勤洗手。 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的手接触的人和物最多,最容易被污染,勤洗手和戴口罩同等重要。 很多人养成了戴口罩的习惯,却没有养成勤洗手的习惯。 在公共场合按电梯时,可以用一张纸巾阻隔,按完把纸巾丢掉,洗手即可。 其六是,家中常备抗原检测试剂。 当身体出现不适时,第一时间自我检测,自觉居家隔离,和亲人、朋友保持健康距离,尽量避免一人感染,全家中招。 其实是,加强锻炼。 对付新冠病毒,最强大的武器不是疫苗,也不是任何药物,而是强健的身体和强大的免疫力。 叔叔阿姨们该跳的广场舞,要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,坚持去跳。 年轻人也要自我增强体能训练,跑步、打球、游泳等项目,多参加,用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。 新冠疫情发展到今天,它已经成为一种对个人是小,但对家庭是大,对社会是更大的新挑战。 面对疫情新阶段,我们任何人都不能直接躺平。 只有每个人积极学习和应对新冠病毒,我们才能早日战胜疫情,才能早日回归到正常生活。